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接着来聊战争 当然不仅限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了吧 有人在我在B站的视频里头留言评论说 你说打仗主要打得着钱,那蒙古在征服全世界的时候 他那时候差不多,除了美洲跟大洋洲没有征服 他一直征服到欧洲,亚洲,差不多,他都已经全部占掉了 他说那个时候,蒙古人也没有多少钱啊 也没有多少后勤啊,打哪儿,吃哪儿,打哪儿,在哪儿,就地补给 怎么就打得那么厉害呢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蒙古在开始灭国战的时候 就已经相当相当富裕了,就已经相当相当有钱了 他的钱哪来的呢,他的钱主要是通过,一个是通过掠夺 就是掠夺周边部落,他攒了一定家底儿 再一个呢,他当时的统治也相当的开明 他特别的重视商业,所以他的商队 在他的部队到达之前,已经到达了他想去征服的那些国家 有些呢,他也不见得真想征服 但是呢,因为对方杀他的商队 杀他的使者,然后他通常都是先礼后兵 就包括灭西夏,灭南宋,灭金等等的 前面都有一些外交的战,跟所谓的商战 我们就是说的那个贸易战 这些都在前面 这个呢,是相当大的话题,我们慢慢再聊 今天呢,我们还是来聊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争 打仗还是打的钱,打的后勤 有钱了之后呢,你可以置办武器 你可以置办燃料 你呢,可以在后方安抚民众 你也可以给你的前线将士发军饷等等的 这些都是需要钱的,不管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样的 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想要钱 所以呢,就是美国现在对乌克兰通过了好几百亿的各种各样的援助 这是相当相当有必要的 要不然就没办法打,咱们的抗日战争也是一样的 当时,美国也给中国政府给了很多很多钱 不仅仅是武器,不仅仅是飞机大炮 还有很多很多的钱,因为这些钱你要用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没有这些钱,你就维持不下去,自己内部就乱了 现在我们再说到这个战场吧,具体的战法 我当然不是个军迷,我也不是个军事专家 我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我自己的判断 就这么瞎聊一聊吧 当然我也许小看我自己了 也许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有军事头脑的人才 只不过被埋没在云云众生之中去了而已,可能是个影视 可能说不定哪一天也会被人发现,当然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表 我们现在还是来说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场 现在我观察的这个战场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纵身打击,一个是战场打击 纵身打击呢,俄罗斯就用它的远程的无人机跟远程的导弹 来打击乌克兰的各种各样的能源设施,以及他认为的军事目标 战略目标啊,等等等等吧 乌克兰呢,也是缓一颜色,用他自己掌握的有限的 纵身打击的一些武器 也包括他自己开发的,或者是别人送给他的 各种各样的无人机,以及导弹等等的 他认为值得打的目标 这双方打的都是有来有往 这也是比较好看的 然后呢,我们重点来看一看 就是战场的打击,战场的打击也是分层的 我们可以看到步兵,可以看到无人机 各种各样射程的炮,等等等等吧 就是,我看到这个步兵啊 通常呢,就是跟近战武器 近战武器包括各种各样的装甲车 跟各种各样的坦克了吧 你坦克一般就是打个那么 看样子就是,因为它基本上是平射的嘛 差不多打上那么一两公里 最多不会超过五公里 五公里肯定就没法瞄了吧 虽然有那个什么激光啊 或者红外啊,各种各样的制导 但是主要还是靠的光学瞄准 为什么前不久我们看到一个视频 布雷德利战车 两辆布雷德利就把俄罗斯的一辆坦克给打瞎了呢 就是把他的各种各样的瞄准的 这个设备给打摊了嘛 他没办法瞄准,他不知道炮该往哪打 所以呢,他后来被人家无人机给消灭掉了 就是说,我觉得战场上 你如果步兵在自己的炮兵的射程之内 你在那儿守一守,还有意义 你如果在自己的炮兵,如果往后撤了 你赶紧往后撤,一点毛病没有的 你呆着,你自己的炮兵打不着人家 人家炮兵能打着你 就是对方的炮兵往前沿,移动的 能打着你的时候,你就得必须撤 现在我们的战场上看到的 步兵对步兵,脸对脸的这种作战啊 是相当相当少的 一般我们看到的场景啊 是一方把另一方打着没有还手之地的时候 基本上就在战壕里打扫战场 步兵主要就是打扫战场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作用 主要还是由炮兵来打 所以乌克兰前不久啊,就是超超让让的时候 我缺炮,缺炮,缺炮,缺炮嘛 所以他炮阵地不停地往后挪 因为你没有炮弹,你留着炮干嘛 等着让对方缴货了,放上炮弹去打你嘛 所以他炮不停地往后撤 这样步兵也得往后撤 所以呢,就撤出了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阵地,村子,包括 城市,阿弗迪夫卡等等的 现在呢,他的炮弹 不及供应上呢,所以 他现在可能后撤的这个 频率就低了,现在大炮慢慢地 往前延伸,所以步兵也跟着往前走 所以最近呢,我在我的B站的 这个视频里头,分享的很多 长的内容都是乌克兰攻击俄罗斯 战壕的这个内容 主要我们就能够看到 乌军呢,用大炮,主要是用大炮 在打,这个步兵 主要在那提供协助 还有一些空中的无人机给大炮提供坐标 说往左点,往右点,往前点,往后点 什么 几点几分的方向,怎么怎么个打法 他有他们的术语嘛 就是打得相当相当的好 基本上步兵在战壕里头,只能是挨打 那个时候,最明智的办法 就是撤走,因为你的炮兵够不着人家 人家炮兵够着你 你呢,只有撤走才能够保存实力 而那些傻俄罗斯人呢,他就不撤 那就只好等着挨打 最后呢,让人家抓了俘虏的 抓了俘虏的算命好的 大部分,90%的都是就地消灭了 每一个能活着的 当然你往后跑也不大可能 人家有无人机,有大炮在那跟着你,追着你 只要躲开这个战壕,只要在平地上 无所遮蔽,无所掩护的时候 那只有死路一条啊 所以呢,现在这个 当乌克兰他有钱了之后 他能够得到纵身打击武器 比方说是美国的那个 用海马子发射的大导弹 ATAMS,还是什么呢 还有一些风暴暗影啊 法国的Skarp,如果能得到 德国的金牛座,那就更好了 就是能够纵身去打击 这样呢,就是让俄罗斯的后勤啊 指挥系统啊,防困系统啊 交通物流啊,统统的塌患 这是意义相当相当大的 然后呢,战场也是一样的 你不停地用极数炸弹 然后,不停地用各种各样的炮 各种口径的炮 然后呢,你轰击敌人的阵地 轰击敌人的钢铁攻击纵队 然后,你就达到杀伤敌人的效果 然后,你把炮的阵地 不停地往前移 步兵呢,也不停地往前移 当然,爆二坦克啊,各种各样的坦克装甲车 也得往前走 这样你才能够逐步地夺回自己的阵地 控制局势嘛 这是相当相当必要的 我们再说一说F16啊,就是飞机 飞机它有个好处,它既能够纵身打击 又能够战场支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就是能够打击的这种手段 是相当相当灵活的 现在总体来说,在俄罗斯 跟乌克兰战场上,俄罗斯也没有 完全的控制空中的优势 乌克兰也没有完全控制空中的优势 就是我指的是控制 但是,俄罗斯的空军力量 要比乌克兰的空军力量强一些 它空中支援多一些 但是,它并没有整个控制局势 然后呢,乌克兰现在 有了F16之后啊,它呢 就是基本上在最起码的 战场前线,就能够跟 俄罗斯的这个飞机打个平手 你呢,也不能够太靠前 太靠前了之后 我乌克兰的这个F16 就能把那股撤下来 然后F16虽然承诺不打俄罗斯的 境内的目标吧 但是F16它可以打克里米亚半岛上 任何的目标 因为俄军的主要的军事目标 就在克里米亚跟它占领的那些 什么扎波罗热呀 什么赫尔松呀 什么顿尼斯克,卢干斯克 那些地方嘛 那些地方也有很多敌人的后方 所以就是在战场上 给俄军的压力会相当相当大的 我们呢,就会看到更多更多更好的消息 总结而言呢,就是 乌克兰只要有钱了,只要有后勤了 就什么都好说了 至于什么战法,乌克兰自己心里很清楚 不用我们再给他说 再说乌克兰可能也不会听 说不定人家也会听了 好,那就今天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